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美牙 今天呢带你们去摘一个野果子 就是我们叫树莓 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就前两天我不是炒那个鸡红柿炒蛋吗 我就去人家种餐那个地方 然后我刚好发现了 它是藏在那些树木丛林 应该不会被人发现吧 前两天呢还没怎么熟 今天太阳刚好很大 就把它摘回来 准备了一个小框框 嗨 小花花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不会摘你了 放心 就是这个 还是粉红的 我上次来好像没有看到这里 我去找一下我上次看着已经熟透的那里 被摘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还特意准备了一个框 看这个 这个就是被摘了的 然后那一个也被摘了 这些都被摘了 好不容易发现的 我还特意扯了一点草把它挡住 但是万万没想到还是被摘了 我的天哪 白带了一个工具来 算了 走吧回家吧 再点花回去 再一个回去放在我那个百合花那里 这种呢没有开花 然后放在花瓶里面就可以开花过两天 明天应该就会开了 我发现了一大把金银花 看我后面 这个金银花呢它也是花苞 特别特别香 把它拿回去的话几乎整个房间都很香 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 我去把它摘一点回来 这个被人家摘走了 发现没有 这些就是已经开花的 应该都被人家摘走了 那两个小小的 今天呢吃了没摘到摘了几朵花 待会回家呢就把它放着 然后明天就开花了 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摘这个金银花 可以卖钱 特别香 但是呢要晒干 摘好久好久好久才能卖个五六块钱的样子 全部用来当零花钱 当时就是买那条冰棍 好了回家吧 要去买个菜吧 买个菜回家做条鱼吃 这个鱼呢先腌一下 然后我们先来切配料 来 这个粘的香味辣 我再来吃一下这个好辣啊 把他全部过碎 把他全部过碎 好了这一盘菜呢就做好了 酸辣甜口味的 这一盘菜的味道是那种酸甜 然后加上辣的 这个小米辣我有点放太多了 所以就特别特别辣 但是它味道整起来说是好吃的 比较开胃 你们给小孩和老龄吃的话 可以用那种刺比较小的鱼来做 好了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收藏转发评论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